每次收集內容 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 muchos真聼 快點 我好興奮啦 我好興奮啦 好興奮你知道嗎 我好興奮啦 快點 我們今天要開箱了 開箱 開箱 開箱的是這個隕石圈的一個GNT 一樣是客人通過買的 有沒有 特別的大 貴的東西就特別講話 我還要台幣兩百萬 特別的大 越貴的越大 好不好 他比較說 X老闆是台幣要幹嘛 我們只有十萬台幣而已 這個的話它是 一般的可樂GNT 這個的話它是 隕石的可樂GNT 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除了天行蛇以外 天行蛇又薄功能又強 又新又沒話說 如果沒有選擇天行者的話 請你們一定要選擇GNT啊 各位觀眾可以靜看一下 好香啊這兩隻 照個光看一下它隕石的一個折射 有沒有 有沒有 看了就有一種快要高潮的感覺 我沒上車啊 好玩劳力士的重點 不是說今天你知道說 它的一個細節 啊這個黃金啊 啊這個半金幾迷你啊 表圈怎麼轉怎麼用啊 玩劳力士的重點是什麼嗎 來我們請問我們的 對 講一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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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了 沒關係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秘密 喔 玩劳力士的重點 就是 有錢啊 啊錢啊 喔 玩劳力士就是你只要有錢 你就可以一直買表 買表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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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換一個面就差100多萬 不是不是 是因為它的材質也是白金的 我們現在可以舉這樣舉起來 輕輕的 感覺到它的重量差不多是一倍以上 差不多到1.5倍的重量 那不鏽鋼當然它比較輕之外呢 它也是五珠 中間有縫隙的 中間是有一個孔洞 有縫隙存在的 今年也是有出了一個三板袋 也就是長得一模一樣啦 可是呢各位觀眾你們要記得齁 今天就算是它出了三板袋好了 不鏽鋼的 它一樣是沒有一個白面的 你懂我意思嗎 它都是比較深色表面為主 這個白色跟黑色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今天我們就來探討一下這個G&T 跟大家聊聊天好了 那第一個這個就是一個不鏽鋼的G&T 有沒有 就是這一支啦 主要就是一個兩地實驗功能 加上它不鏽鋼的一個材質 以前說過很多次了 三板袋的話 會看起來比較運動比較年輕 但是這種五珠袋 1.5.3.4.5 五珠袋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成熟 我們的朋友 他們也比較年紀大一點 他們就會想說 我要三板袋 我要年輕 我要回春 我是33歲 然後我就會想要老一點 就像我平常的穿著 你看 就是也沒有說什麼很成熟 我就想說 那我就穿了一個五珠袋 那我感覺我自己會成熟一點點 再來這一個是 蝙蝠俠 藍黑圈嘛 蝙蝠俠也是一個 漲幅一個蠻誇張的 那你們也有人問說 那老闆到底是三板袋貴 還是五珠袋貴 其實差不多啦 也沒有絕對 陶瓷俊的一個顏色不同而已 那它價格算是 比一顆的再便宜 一個十萬左右吧 來下一個 哦 玫瑰金的 玫瑰金的 這隻 我也有 欸我什麼都有 也在保險校 我今天就沒它出來 玫瑰金的話 它就比較貴 因為它算是比較新出的 那剛好搭上 這個疫情的一個 漲突 所以說這隻是完全沒掉價 然後它有長 但是長一點點而已啦 長一點點沒有長很多 這是黃金嘛 玫瑰金就是讓人比較不搶眼 這樣 像在拍照 我覺得又太亮了 它實際上是沒有那麼亮 它那個玫瑰金 是比較暗一點點的玫瑰金 除非說你現在在太陽下 你會拿很鮮豔的亮粉 亮粉這樣 這個很可愛的亮粉 ORANGE PINK 但是實際上它是會再深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 那下一個 就是有其意義 這一隻的話它是全玫瑰金的 這隻我現在我公司沒有啦 這隻我以前買過也賣過 我覺得很有格調 就是因為 今天玫瑰金 不管是你用Daytona或什麼的 都比較有人說比較流行化 都一些什麼黃在帶的 但是今天這一隻的話 它就是男生裡面 就玫瑰金裡面 那是很猛的 男生的一個玫瑰金的表不多 對吧 去年買的吧 115萬 看一左右吧 現在應該已經130 140 那這一個是白金的一個藍麵 券提的售價是127萬 最後一個就是隕石麵 這一隻 這一隻也是白金的 那這一隻的話 它價定價是132萬 實際成交價 這一隻是長最雄的 隕石麵是長最雄的 現在已經190萬台幣了 那這一隻跟這一隻 那肯定是買隕石麵 為什麼 因為隕石麵它每一個表面 都是最獨特的嘛 因為它不可能會重複它的花紋 再加上原石算是稀有礦物嘛 接下來的話 玫瑰金 那如果說你們是看漲一個黃金 因為現在就是 那美國印鈔票嘛 黃金房子什麼 全世界的紅貨廣帳都漲嘛 所以如果你們看好黃金的人 你們是可以買玫瑰金來收藏的 因為它一定會跟著黃金 就這樣去活動圖上漲 可樂圈 這我上次有拍過影片介紹過 滿多的人看嘛 那一部影片 謝謝大家 那可樂圈的話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它的歷史定位 也就是說什麼以前的飛機師 就是戴這個顏色的一個調配 所以說可樂圈就是特別的一個香 如果說要買的話 我建議買這幾隻啦 那蝙蝠蝦也是最近能買的原因 是因為有人在炒作的時候 蝙蝠蝦它要停產 所以說蝙蝠蝦是有一個名產品的 機材組在那樣子 但是不確定喔 就是網路也要穿了 就是大部分就是我們遇到的 GNT的一個手錶的一個介紹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萬華 這個是TGC的一個珠寶檢定所 台北寶石這個很專業 我們看一看它的隕石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我們家已經進來了TGC裡面 然後這個TGC的一個鑑定顧問 它後面有滿滿的這個GIA 就是要六十幾萬的這個 廚房鑑定證書的一個執照 那我們今天馬上就來問他一下 這個隕石到底是真的假的 吳先生自己也蠻喜歡老歷史的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一個 我們有幾個問題要做一個發問 來我們第一個 因為我有先電話給你通過一下 背裡面你知道嗎 女生很喜歡 然後光澤散出來 然後紛紛的藍藍的夢幻 有可能有變色 褪色紅珊瑚啊 台灣藍包啊 蛋白石歐珀都是有可能變色 因為它必定天然有寄的水裡面的東西 把它拿出來曬太陽 它本來就會變色很正常 那大家的牌老歷史背面也有什麼變色 周先生剛剛這個問題其實回答很專業 就是說證明上看到的豬寶錶也好 像有機寶石豬肺會有兩種情況發生 第一種就是它是天然 因為它是屬於有機寶石 它可能會被溫度濕度到外來的化學影響 它被它的面可能會有氧化 或者脫肺脫殼等等的現象 第二種狀況就是我們最怕紅燈 它可能為了製造出這個效果 它其實整個面都是用紛紛的 這個我們也曾經檢驗過科目送來 比方說它的表面破裂後 它經過肩膜會發明 因為內核其實是 其實是個手腳 第二個問題 那你覺得老歷史這麼大的品牌 這個雲石 像大家網路上就說 哦天上飛下來好稀有啊 天啊 這是天上來 你要多久才被雲石炸到一次 什麼多稀有 可是質疑我自己在買豬寶的時候 是不是超級便宜的東西 幾千塊就有了 然後當然一塊就很像大便這樣子 那你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怪他浪費下來 是真的假的 現在隔著玻璃啊 所以你可能機器也沒辦法去搭搭這樣 放大或者獻文性去觀察 它內版可能產生的紋路 那面板看起來它的紋路就是符合 我們所謂魏德曼花紋 就是涅鐵隕石很獨特的一種花紋 所以你覺得它不是假的 不是合成半合成 不過這種花紋其實在人造上面 也是可以製作出來 這真的是必須要去化驗 它才能知道說它是不是 因為涅鐵隕石其實取得不是那麼容易 而且它的拋模也必須非常的仔細 第三個問題 你覺得它的面板是什麼做出來的 這個結構站而言 應該是整塊雲石切片之後 切薄之後拋光 所以這就是你剛拿出來的樣品 對 那當然這個是原礦 像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藍寶石的 藍寶石長那麼醜 藍寶石的原礦 為什麼藍寶石會長這麼醜的 的樣品 然後我們要把它切薄片 哇在地板裡面挖出來的天然藍寶石 所以我們把它切成薄片以後 就有點類似這種遠石圈的感覺 是吧 對 但是這個是還未加工 這個還要經過拋模 這已經很薄啦 但是如果再薄的話 其實這個還需要再更薄 這個只是初切而已 這個還如果這個薄 這個都還要再進攻過 所以有可能就是切到兩迷你以後 就是 如果就以勞力士而言 有看過它面板 其實實際上卸下來 也大約的厚度也大概在1.5mm這麼厚 因為它其實是很要求很精準 所以 如果假設這個是鑷鐵隕石 它一定是要切到相對薄的位置 一定要經過電鍍 藍寶石的鐵的含量很高 那個非常容易氧化 只要一氧化 一定會造成機械錶的故障 等一下一個保護啦 一個電鍍 穿外套的感覺 它一定是會有多一層電鍍 結論 你給我一個結論 到底它是不是真的那麼值錢 到底它是不是那麼稀有 有時候常常一個隕石面 它就是要莫名其妙 加價30萬台幣 50萬台幣 100萬台幣 不要浪費時間了 2600萬說這把 我就很開心 我就覺得 它是真的那麼厲害 站在一個收藏者的角度而言 隕石面的確是非常的可惜 對 因為它很稀有 它會配上這個命態 因為它第一個不是那麼常見 第二個是它經過進攻 鑷鐵隕石其實 它也代表了地球最越是重的 對啊 它不是外星球來的 其實地球的核心也是滅鐵 地球也是滅鐵做出來的 對 對 我們的核心其妙 雖然有磁力 我們才有電行引力這樣 一直吸著我們 一直吸著我們 到這個等級通常都一百萬起跳了 對 這個真的是一個比較稀有 不過相對的 如果跟我們剛剛所提到說 提到說像豬母肺這一種 對照起來 滅鐵會比豬母肺要藍得更穩定 對啊 一定的啊 滅鐵本來它是 這個物質本來就不太會做變化的 對 它除了說 豬母肺在水裡面 每次把它撈起來 對 因為有機寶石跟金屬寬物的確是不同 但是金屬寬物就是說 這個我相對的 我也會覺得說 這個錶是不是日後的 肥帶的照顧上 要比一般的要更穩定 要比一般的更緊深 因為滅鐵畢竟它有氧化的可能 喔 氧化的 所以是不是這個面要不斷的去保養 因為如果就自己是收藏者的角度來講 因為勞力士的面板它不是不會壞 它面板也是可以更壞 可是任何環的價格是非常高的 對啊 對啊 那你會覺得什麼白金啊 薄金啊 你會覺得它稀有 我覺得那個就還好 有錢就買得到 對 如果是錶帶的話 薄金其實是 它就是你配戴的重量不會 你會覺得很爽 如果就稀有性的話 滅鐵隕石 你要掏出來的面 絕對會更新的 因為它Power S技術 然後它拿取得 要取得到純淨的也是一個 還有你要取得到這樣一個面 搞不好一顆 搞不好十顆才切出一個面 喔 忘記了 對對對 我之前拿到那個很便宜的那個隕石 它是很小一顆 然後奇形怪狀的 然後很像大便 那小小一顆 然後小小一顆奇形怪狀 根本就拋出一個這麼大的面 對 它很有可能是 對 它這個 去挑 它一定要比這個表面還大的一顆 對 挑打破差不多 然後才會抹出一個面來 對 而且它拋出來的時候 可能還需要再去選擇一次 因為為了曼包紋這個膠角 它雖然是固定 但是你拋出來的面 你一定要取得到的材料 講到拋光珠寶的時候 這個我覺得很懂 為什麼紅寶是一顆啦 跟紅寶是四顆啦 價錢差那麼大 就是因為有可能 做出來那裡剛好破一個洞 所以你最後就變一顆啦 對啊 所以這個我就知道 對 所以我 拋光了一個難易 對 如果問我說 它到底價格好還是 我會覺得它是稀有 稀有還低 其實跟翡翠一樣 台灣南寶翡翠這樣 小小一顆單面 20萬啊 怎樣 但是如果你做一個手桌 欸 變3000萬了 對 因為它的 它的那個取得一個大面積 是非常困難 對 今天大概就到這裡 吳老師說 非常的稀有 值得一個收藏 做我們今天的結論啦 剛剛看到這個 你們之前也有在做這個嗎 錢幣的一個檢驗嘛 他們這裡的檢驗項目 非常多 錢幣的檢驗分級 清朝明朝的 對 寶石類的話 就是翡翠 黃藍寶珠 摩綠 各類寶石 對 然後貴金手下 白金18K你們全部都在 都有在收費檢驗 好 這件事很專業的一個檢定所 大家有需要可以過來這邊 拜拜 手上的這三支表來判斷一下 旁邊那兩支可樂圈 它的一個價格都是飆漲的 非常非常誇張的 然後最左邊那一個是黃金的 反而就是沒有漲很多 雖然說它也停產 因為它現在改成玫瑰金 黃金就停產 停產以後它的價格 就是穩穩的上漲 隕石圈並沒有搭配在 不鏽鋼上面 所以它現在如果看到 你是隕石圈 大家就知道說 喔 哥 你都沒有錢 嗚 品牌的起碼金 嗚 歐利塔 是可以擺不鏽鋼的 我們用光去打它 說 欸 什麼光都沒有變啊 沒有變啊 就是黑色啊 黑色盤就是黑色盤啊 這個隕石圈都不是 他說 欸 你用光去打它 欸 它會閃啊 喔 它會閃它的折射率啊 還是什麼的 它會不一樣 它會閃到你的眼睛 比較shining的 比較 反正就 比較毒性比較強的裡面 我自己的觀點的話 它是很難跌下來 因為現在 有錢的人真的太多了 尤其是有錢的表犯 表商 這樣壟斷的這個制度 是一直被發現 賣表 就算是老客戶 他們也不會賣你 講難聽一點就是配表 那現實就是這樣 那表商又很有錢 然後來 你配 我買 你配我買 我有錢 我馬上給你 來幫你爽一下 讓你們業績衝一下 所以說 一般人說真的 你要買到這個 已經買不到 所以說 你要說今天 二家的勞力士 他自己減廠 所以說 你說要今天 你要他 什麼 崩跌 跌價 跟房子一樣 對不起 真的 真的就是 不要想了 真的我覺得跌不下來 至於說會不會漲上去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 然後照這種漲法的話 因為畢竟他們 這幾隻都是穩定上漲 沒有說那麼暴漲 如果是暴漲 我可能會跌 我相信 對啊 像綠晶底 像暴漲量 大概50萬台幣 我靠 這神經病對不對 後來有跌下來 可能就漲上去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 未來的價格很難去講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穩定上漲的話 你是很難讓它跌下來的 就跟股票一樣 OK 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一樣 我們看一下 我們站起來的一個特寫 會不會则 我會不會则 我們在街上 我們可以分享 你們 bez納 他們有在 他會不會则 如果發生了 在你的話 連絡 大家就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